不少人肩頸酸痛都會貼上貼布 以此舒緩 不過許多民眾常常會忘記時間 導致貼布接觸幾乎過久 引發過敏問題 我們中藥的貼布 其實這種外傷痠痛的貼布 其實每天都要用 用量很多 那我們都會特別叮嚀民眾 就是貼的時間一定要控制 一定要控制在六到八小時 因為時間過久的話 對皮膚會產生傷害 中醫師也提醒 如果真的不慎忘記取下貼布 導致過敏奇症 還是得儘快求助醫師 就是中藥本身 它會有一點點這種 所謂揮發性質的藥 那你如果時間太久 其實它止痛消炎的作用也會變少 那種舒筋活絡的作用 也會隨著時間就越來越不好 所以那個時間一定要掌控 另外如果因為長時間的步行 導致小腿肌肉酸痛 或是電腦看太久 導致肩頸疲勞 想貼貼布 但對於部分體質的人並不適用 包括血族腫 包括EUA性皮膚炎 很容易濕疹 很容易皮膚 容易乾燥的這些 特別皮膚比較敏感的族群 我們也是建議那個時間 要再縮短一點 而中藥貼布也有區分種類 得對症下藥 才能減緩症狀產生效果 我們就會跟民眾講 如果萬一真的就是發生了 譬如說很癢 起疹子 那就馬上要把藥部去掉 然後再回到我們的門診 那我們會有一些 不管是內服的中藥 或者是外插的中藥 會去針對皮膚產生的過敏 會去再做治療 醫師也指出良感與溫感貼布 還是得依照自己的症狀 做選擇才能有效減輕肌肉痠痛 八大新聞事業會長由台北採訪報導